据彭博新闻社网站4月15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国会通过旨在提高美国对华竞争力的立法 其中包括拨款约520亿美元 支持美国芯片制造商的内容 报道称 拜登14日在北卡罗兰娜农业与技术州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国会需要尽快把这个法案送到我的办公桌上 拜登在该校参观一个机器人实验室时说 我们的经济实力岌岌可危 国家安全也岌岌可危 报道指出 拜登还强调了他的国内制造业战略等 在中期选举前 随着立法窗口即将关闭 议员们正在就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相关法案版本间的差异展开讨论 另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4月15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4日 在北卡罗兰娜州发表演讲时指出 美国已经失去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拜登称 过去美国在对未来的投资方面曾是世界第一 现在我们在开发和研究方面排在第九 中国约30年前排在第八 现在排在第二 其他国家正在迎头赶上 他称称 由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正面临极大风险 他将敦促国会尽快通过相关法案 soit пять 更加研究